方式焦点台北市信义区的指标豪宅桃猪影园 去年7月传出以18亿元的天价售出了第一户 过年期间却传出风盘不卖了 尽管业者火速辟谣仍引发各种揣测 PTT乡名土豪哥更自爆他曾经去看过桃猪影园 但最后因为两个原因没有下手 顺时中旋转的楼梯造型 并每层楼都有7部电梯还能直接停进超跑 这是台北市著名旋转豪宅桃猪影园 特殊造型和内部奢华装潢 让不少人都想进到豪宅内一探究竟 事实上知名乡名土豪哥金庸 就曾在PPT上分享他到桃猪影园看房的趣事 他跟透露有两大原因 让他最终没有下手 土豪哥表示里面是真的很大 算是非常科技的超级豪宅 不仅如此刀烂员外貌交好 参观时一直有电话打来想看房 但因为自己习惯住别墅 再加上深信风水 最终才没有下手 我们对于所有来参观过的一些客户 我们的资料是绝对保密的 专人去接待客户带看 是有指定的楼层 不会是像网络上写的 一层一层的竹层带看 近日也有网友在PTT上 以桃猪影园如果一直卖不掉为题 引发讨论 而传出桃猪影园第一户 以18亿元的天价售出 先前又被爆出封盘不卖 对此中华工程也出面辟谣 其实我们这个案子一直来 没有所谓的开盘何来封盘 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不去做一个 销售房子的一个动作 所谓的没有开放 只有在去年的一整年 在早期其实都是有的 那去年一开始是因为疫情 为了维护客户 还有我们里头的一些 就是一些厂商方面的一些安全 那再者我们开始针对 我们这个案子的公社呢 去做一些重新的设计 预计公社将在今年第三季末完工 开放符合资格的买家 优先参观赏屋 但外界好奇 究竟什么资格才能符合 我们希望所有来符合资格的买家 是必须要有一些 他的一些企业形象 他的一个公益的精神 还有理念 我们希望帮我们这里的住户 挑选最好的邻居 毕竟千金买房 万金买零 作为北市知名豪宅 话题持续延烧 东森权顺陈丽柯黄银 台北采访报道 周杰伦不但坐拥豪宅 也爱搜集名车 他曾经被拍到开着 要价三百多万元的 特斯拉电动车 看准台湾电动车是快速的成长 顶级跑车保时捷 还有台湾豪车龙头Lexus 以及欧系进口豪车 今年都要抢推新车跟特斯拉一决高下 全新头灯锐利有神 黑化镀铬窗框 更添运动感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这回再出大招 这一台就是特斯拉 刚刚到台湾的改款新车 除了导入非常方便的电动尾门之外 连里面都是首次导入限量的白色内装 已经陆续有人下定等待交车 台湾电动车2020年卖了6000辆 其中特斯拉就包办九成销售 荣登台湾一哥宝座 在海外也调降Model 3车价 美国降到3.6万美元 日本降到4.05万美元 持续扩大市场 国内未来在几年之内就要实施卡费 也就是总体排放量的一个平均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车厂的业者都要调降自己的排放 电动车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 紧追在后的保时捷也不遑多让 首款纯电跑车 零百加速2.8秒 尽管一台动辄四五百万 上市头两个月交车还是破百台 但光靠标速这点恐怕还是没他强劲 台湾豪车龙头Lessus也预计要在下半年 推出品牌首款电动车 周边的充电设施上还没有完整的一个配套 政府也没有积极的在辅导 在协助之下 国内的电动车品牌在做电动车的时候 他还要自己去设电动车的充电站 这对电动车要导入的品牌来说也是一个压力 紧接着还有宾市第二款电动车EQA 汉侠五百匹大马力的BMW iX 还有VOLVO新电动休旅 也都将在下半年来台 清一色由豪车品牌包办 杠上特斯拉准备在台一绝高下 东森产林新闻 许经有洪沛宇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极端气候来临 北方极地涡旋往南入侵 造成了强烈暴风雪袭击美国 就连位在南方的德州 都出现了零下24度的低温 也使得德州原油生产是被迫关闭 异常寒冷的天气 也没有办法让能源后勤运送正常化 目前德州是轮流限电 天然气也被限制要先满足德州自己为主 禁止向外部运送燃料 而位在德州奥斯丁的三星恩质普 还有英飞林的晶圆厂是停摆的 也让原本就已经供给吃紧的 半导体产能短缺情况雪上加霜 车用晶片跟微控制器的缺货会更为严重 福特通用等汽车制造商 还没有办法化解之前晶片短缺缺货的问题 现在也都因为暴风雪而关闭了厂房 放眼望去一片雪白 汽车在马路上缓缓前行 但却完完全全看不太黑色柏油路的踪迹 美国德州迎来破纪录的世纪降雪 气温跌到摄氏零下22度 创下当地最冷纪录 甚至导致高达400多万户大断电 没有电力在天寒地冻的冰风暴中 民众只能冒着急冻排队 领取瓦斯暖气 或是纷纷躲到临时庇护所 连日严重的暴风雪 不只导致德州许多肉类工厂 大豆和玉米运输中断 民众面临粮食危机 甚至已经超过20人丧命 就连许多科技大厂也难逃 断电停产的惨况 为了节约电力 三星电子在德州奥斯汀的两家工厂 也被当地政府要求暂时关闭 降低对电网的需求 身为三星半导体业务中 重要的生产基地 暂时停业导致近三成晶片的产能陷入危机 不止如此 恩智浦 英飞林等车用半导体大厂 也被迫停产 对于吃紧的产能 和全球短缺的晶片市场 更是雪上加霜 而德州的原油业者也惨遭波及 当地的炼油厂暂时关闭 不止导致汽油涨价 甚至原油产量 拒减三分之一 一天的产量 至少减少约350万桶 创下史上最剧烈减幅 而专家估计 美国将会面临 更多的冰雪以及暴雨 晶片半导体厂和炼油厂 何时才能恢复营运 恐怕任是个未知数 东三财经新闻 张张黄不祥综合报导